他三岁却学坏了 你教他就非常困难了 所以现在学习难教 这就是做母亲的未有尽到责任 母亲能够懂得太教 这母亲是圣人 你将来的儿子是圣贤 你将来的儿子是佛 是菩萨 佛菩萨人教出来的 谁教出来 母亲教出来的 母亲太伟大了 那么这个道理现在知道的越来越少了 那么现在的学校真有问题 我把这几句念完 我再继续跟大家讲 离一只帮教学微信 稳定和谐教学微信 过风明安教学微信 太平盛世教学微信 长治久安教学微信 祝福暴徒教学微信 极乐世界教学微信 我今天看到我对斯里兰卡总统很直接 为什么呢 他懂得教学 他把教学放在他国家行政的地位 这跟中国古代的帝王完全相同 中国历代帝王都把教学摆在地位 财项下面这几个部 教育部摆在第一 总理首相不能上班的时候 教育部长带领 那国部里头 教育第一大 换句话说 国家一切设施都是为教育负责 那都是来支持教育 把人教好了 社会暗定 世界的和平 那么怎么教法 这些一套大学文 所以教材用什么 方法用什么 我们想了很多年 也做了很多报告 都是空口说白话 为什么呢 没做出来啊 我过去在汤池做了一个试验 把中国传统文化落实在一个小镇 做一个示范点 那是被联合国会友逼出来的 我在联合国发告 大家听得很好 都鼓掌 下来说法师你讲得很好 那是理想啊 做不到啊 这一句话 他说我当初一棒 我才知道真正危机在哪里 信心危机 我们对于古圣贤这些东西 没有信心 古老的教材没有信心 古老的方法没有信心 实际上古老的教材跟方法 是圣贤人东西 圣贤人就是永恒不变 我们决定不能够侵蚀了 那么今天放在我这个地方 有几张照片 这个照片也是我选出来的 这个照片也是我选出来的 有几张照片 我就想去看看